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来往福州跟深圳这两个地方 一个月来讲的话 可能福州会待一个礼拜 深圳会待一个礼拜 那其他的时间可能也会回到台湾 做我们的商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工厂沟通的工具 其实也就是用阿里旺旺这样的聊天工具 那相对的 其实我们在下订单也很简单 那下完订单之后 也是用支付宝直接打款到工厂端 他们就帮我们做样板 帮我们出货 我那时候07年过来的时候 其实互联网跟台湾 其实差没有很多 那但是到目前的话 可能跟台湾的话 台湾支付上面 跟大陆这边的支付上面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落差 还有包括就是使用手机 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是台湾目前都没有办法做得到的 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出门 那可能就是手机APP 按一下滴滴打车 那车子支付他就会直接来接你 那到了定点之后下车 我们直接按结账 支付付款这样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叫外卖 那在一些叫外卖的工具 那可能点一点 那起手自动就会帮我们派送 就是派送到你们家门口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要订电影票 可能要去看一场电影 也是手机APP按一下 那按一下完之后 电影票就买好了 订高铁票也是一样 可能这边只要按一下手机几个按键 你的座位可以选好 其实现在大陆的互联网的发展 应该在全世界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 排名在最前面 因为它的发展的速度 可能一年一大变 这个是目前我在大陆这边感受到的 每一年每一年它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可能前阵子比较火红的共享单车 可能去年来都还没有单车 但是现在路上可能有一堆的单车都在路上 你可以很方便的去骑乘 那可能去年还没有外卖这样的概念 可是到了今年 随时随地就在叫外卖 所以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那包括其实像昨天 像也有共享宝马也出来了 那还有共享雨伞 共享充电宝 其实它的发展是非常快 应该是说在中国大陆是发现问题 人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有什么样的渴望 那很快的就会有人 想办法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是简单讲 我们现在在大陆这边可能出门 你只要有一部手机 那你就可以做任何任何的事情 你就都不需要带现金 都可以生活 可能去市场买个水果买个菜 都可以使用微信支付或支付包 我觉得互联网真的改变了我们很多东西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性 让我更专注的 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